大家好,这里是电影世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鳄鱼咬食谁变成鳄鱼的电影《鳄鱼港》 故事发生在美国某小岛上,这里生存着两个种族,一个是护鳄族,一个是捕鳄族,说白了就是对着干的意思 这天,捕鳄族的酱油哥和酱油弟跑到护鳄族的地盘上去捕鳄鱼,结果一个不小心,酱油哥就被鳄鱼给领了盒饭 镜头一转,咱们的女主小丽出现了,她是护鳄族组长胡子书的女儿 她刚到家,就被胡子书带去视察鳄鱼,与此同时,护鳄族的组长帽子书和她的儿子浪贤哥也来到了现场 浪贤哥还偷偷地跟小丽打了声招呼,看来这俩年轻人不简单呀 可就在这时,一只鳄鱼突然从水中钻了出来,好在胡子书反应灵敏,直接给鳄鱼来了一刀 你这不是护鳄族的组长吗,怎么可以对鳄鱼这么残忍 不过胡子书也被鳄鱼给咬了一口,晚上聚会的时候,姜佑弟匆忙的跑了进来 说,这里有一只吃人的鳄鱼,你们赶紧去报警吧 很快警察赶到了现场,在简单询问的情况后决定深入案发现场看一看 可走到一半,警察短毛妹就被鳄鱼给领盒饭了 与此同时,小丽和浪贤哥正在湖里挽起了鸳鸯玉 可这美好的一个时刻,竟然被一声尖叫给打断了 原来是姜佑弟被鳄鱼给袭击了 吓得两人是一颤一颤的撒腿就跑 小丽将鳄鱼吃人的事情告诉了胡子书 但胡子书并没有在意,吃人就吃人呗,关我鸟事 小丽气不过头,决定带上公爵和浪贤哥一起去找鳄鱼 就这样,找了大半个晚上还是没有找到鳄鱼 可想而知,他们昨天晚上都做了些什么 正在这时,鳄鱼突然出现了 而船也在这个时候出现了问题 吓得两人,使连忙向岸上的人呼救 好巧不巧,胡子书和帽子书刚好就在附近 他们连忙跟鳄鱼打招呼,结果鳄鱼看了一眼 还真朝他们这边游了过来 真是听话的小鳄鱼 胡子书趁机打死了鳄鱼 没想到这一枪引来了陆地上更多的鳄鱼 他们被鳄鱼团团围住 就在这生死一线,浪贤哥的船竟然能开了 组长带着一帮小弟坐上了船 却把浪贤哥和小丽给推进了湖里 果然是亲生的老父亲,好样的 好在中途碰上了警察到老黑,才幸免遇难 时间一天天过去,被鳄鱼咬上的胡子书一直觉得不对劲 伤口不但没有愈合,反而还长起了鳄鱼皮 简直是太恶心了 终于在一天晚上,胡子书变成了一只鳄鱼 而小丽和浪贤哥正准备在树林里搞事情的时候 却偶遇了袭击 因为是小伤口,浪贤哥并没有在意继续和小丽搞在一起 镜头一转,警察大老黑找上门来 刚好在浪贤哥家看到了小丽 大老黑就说了 你家的族人全都不见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只看见一条小鳄鱼 难道是鳄鱼起来复仇了 小丽赶紧往家赶 不料在半路深陷沼泽 可就在这时,一只鳄鱼慢悠悠的走了过来 吓得小丽是一颤一颤的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鳄鱼张大了嘴巴 一颗金灿灿的金牙闪闪发光 小丽立马端定,这只鳄鱼一定是她的爸爸 果不其然,鳄鱼并没有敌意 而是把他救了上来就走了 小丽将事情告诉了帽子哥 帽子哥一听才恍然大悟 原来这一切都是他们将化学药剂倒进湖里 才让这只鳄鱼产生变异的 正在这时被袭击过的浪显哥也变成了鳄鱼 但变成鳄鱼的浪显哥并没有恶意 反而保护起了自己的父亲和小丽 就这样,浪显哥干掉了一只鳄鱼 而自己也被干死了 镜头一转,小丽的父亲鳄鱼出现了 经过一番厮杀 父亲鳄鱼和帽子哥通通去领了盒饭 而小丽也将那些变异的族人给炸死了 影片的最后小丽被一只鳄鱼给叼走了 原来这只鳄鱼是浪显哥 它并没有死 就这样两人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 关注电影世界,轻松看电影